大家好,我是顾女琼博士,刚刚看见热搜的一个关键字叫浙江的两头婚 意思是当地人俗称的不来不去,不进不出,不嫁不娶,两家拼品 男方无需给彩礼,女方也不需要嫁找 上方都没有婚娶的意思,生多个孩子的话都分别有自己的姓氏 有人说这种形式保护娶不起老婆的男人 其实男女平等的婚姻对男方要求更高 要彩礼的,哪怕男人是傻子也能娶到老婆 我有四分之一的浙江血统,宁波人 很多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四分之一的老家 参加过一次远亲的婚礼 他们的正式结婚仪式通常发生在双方同居后 女方怀孕生子成功一周年的时候 如果女方不能生孩子过三年,就自然解体 将这一代的思想都比较开放 我后来在美国问过很多国内地方来的人 都没有见过这种结婚方式 不过老家结婚生孩子都早,18岁就开始了